全眼间浪漫的圣诞已经飘然而至 世界各地的人们忙着添购饰品布置家里 但身处异国的乌克兰难民 在这个温馨的季节里特别感伤 好在人间有爱 处处有温情 让逃离战火寻求邻国庇护的乌克兰人 在寒冷的圣诞多了一丝暖意 不再感到那么凄凉 圣诞节是个思念满怀的温馨季节 平安夜这一天不少家庭会聚在客厅 全家人围绕圣诞树旁唱圣诞歌曲交换礼物 分享彼此一年来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表达内心的祝福和爱意 不过这种天伦之乐 对战火纷飞的乌克兰来说是一种奢求 尤其无情炮弹摧毁了家园 不少家庭带着至亲和家当逃亡到灵活定居 由于生活拮据 经济窘迫 这些难民不得不勒紧腰带过日子 想要购买圣诞树谈何容易 只好选择一切从简 用最简单的材料烤制圣诞饼干和布置安乐窝 营造佳节气氛 来自基辅的一家五口 今年三月逃离家园 选在500公里外的波兰落脚 幸运的是这家人遇到贵人相助收留 不至于无家可归 这个圣诞节他们分外感恩 乌克兰逃离战火 家园变成废墟 任谁看在眼里都会感到难过 出于正义之情 波兰这家人才会拔刀相助 希望在寒冷冬天送上一丝温暖 抚慰心灵 期待明天会更好 这一丝温暖的感恩 为助于帮助 这是第一天的战争 我们在凉晨夜中 在家中 邀请了自己和家 我把自己的家庭放在自己的家庭 我把自己的家庭放在自己的家庭 烽火遍地 家信不通 捷克民众也希望出一份勉励 为当地一群颠沛流离的乌克兰妇女 宋文晴 不仅筹备了宴会和礼物 还组成圣诞佳音团队 让这个寒冷季节不那么刺骨 我们感觉这些孩子 有130个孩子在这里 他们在家里 spend their Christmas 寄人篱下的乌克兰难民 没有弊点的烤火机 新鲜的蔓越莓等圣诞大餐 但战虎无情 人间有爱 在这个寒风刺骨的季节 伴随吉祥的瑞雪 即便身处异国 他们依旧可以感受到 满满的幸福和欢乐圣诞的美好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